觉醒自己是虐文女主后 我开始发疯 男主情人给我发床照挑衅 好啦 再来两张玫瑰玫瑰 恶毒婆婆拿出五百万让我滚蛋 我 你儿子就值这价 得加钱 绿茶白月光留学归国 我踹飞男主 先下手为强 我去接 后来男主气疯了 他潜住我的下巴 冷笑道 你做的再多也没用 我是不会爱你的 六 大家都觉醒了 这傻叉居然还在走剧情 尊敬的公主王子 请给小斗一个关注吧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啦 正文现在开始 我是狗血虐文女主 我觉醒了 三天前 我和顾廷周的婚礼上 她的小青梅 强心冲进来又哭又闹 顾廷周抛下我去哄她 争执间 她失手把我推下楼梯 我的头重重地撞在护栏上 脑震荡加上身体多处擦伤 在医院昏迷了三天 醒来后 我便觉醒了 躺在病床上 我脑中不断回放着过去的生活片段 凌晨三点起来 给顾廷周包周 发着高烧 为她整理工作文件 陪她喝酒应酬喝到未出血 可顾廷周始终很冷淡 她一边享受着我对她的好 一边警告我不要越界 你就是个替身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心里有点数 我吃笑一声 可笑 太可笑了 按照剧情 顾廷周把我当作白月光的替身 一边虐我一边又忍不住爱上我 直到大结局 我难缠死了 她认清真心追悔莫及 跪在我的墓前向我忏悔 可我都死了 要她的忏悔有屁用 我翻身下床 余光看见窗边站了个人 不是你的错 改天我带她向你道歉 顾廷周透过玻璃反光看见我 挂断了电话 转过身时猛地沉下脸 没死就赶紧出院 你知道我这几天过得有多不舒服吗 我皱紧了眉头 反问道 没人伺候就不舒服了 那我以后不伺候了 你是不是得躺在棺材里等死 顾廷周不耐烦的神情僵住了 她大步走过来 猛地拽住我的胳膊 冷声道 林书河 你脑子出问题了 敢这么跟我说话 她扯住了我的伤口 生疼 我挣扎了一下 她却钻得更紧了 装什么 你不是最喜欢我碰你吗 顾廷周比一大看着我 我深吸一口气 轮圆了胳膊 甩了她一个大鼻痘 妈的 给你脸了是吧 这一巴掌 直接把顾廷周三猛逼了 她满脸震惊 转换为愤怒 林书河 你发什么疯 我发什么疯 我冷笑一声 抬手又甩了她一巴掌 我以前是瞎了眼 没看出来你是个24K纯傻逼 把我推下楼梯 还有脸过来倒打一耙 我越想越气 啪啪又是两巴掌 害我得抑郁症 害我难产 最后还挖我的眼角膜 我都死了 你还跟白月光提起秘密 让我的孩子管她叫妈妈 你真该死啊顾廷周 我一边说一边打 打得她节节败退 狼狈地抱着头 你再胡说八道些什么 你是不是疯了 我停下手 冷笑一声起了身 抓起提前收拾好的行李 对 我是疯了 受了那么多委屈 哪有不疯的 一想到我未来的悲惨结局 我就恨不得发疯砍死顾廷周 但我不想因为这么个傻逼进监狱 他不配 眼下我只想离着傻逼远远的 从医院回到家 我立刻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跑路 原书里 我受到的伤害 都和顾廷周 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远离渣男 保平安 我收拾好行李下楼 看见顾廷周和他的小青梅糖心 坐在客厅 廷周哥哥 我想吃醉虾 好 顾廷周的声音里满是宠溺 我让林书和给你做 他转头看见我 脸色一沉 去把厨房的海鲜处理了 我听到这话一顿 眉头瞬间皱得能夹死苍蝇 突然想起 以前我像个傻逼一样 伺候顾廷周 自己海鲜过敏碰一次难受一次 却他妈还要殷切地给顾廷周做 而且不止给他做 还给他这个青梅做 现在想起来 我真恨不得回到那时候 叶尔八子把自己扇醒 不过好在 我现在的确清醒了 看个没看顾廷周 我翻个白眼 抬脚就走 顾廷周却脸色突变 起身过来一把抓住了我 你干什么去 没听见我的话 让你给星星做菜 是看得起你 别忘了 当初你是用了什么手段嫁给我的 我他妈 我一下气笑了 脑子却也气得更清醒 这狗东西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转头看着顾廷周 我一字一句道 很好 你提醒了我 既然你那么嫌弃我 那就赶紧离婚 别挡着老娘单飞 顾廷周的脸色几近变换 片刻后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林书和 你故意的吧 跟我玩欲擒故纵 我一脸乱号 不是 你在狗叫什么 顾廷周觉得我在勾引他 以前走嫌七人设行不通 现在换风格了是吧 他冷哼一声 你做的再多也没用 我的心永远是佳音的 边佳音 顾廷周那出国的白月光 他似乎很得意 还在教训我 林书和 你得认清自己身份 你现在给我道歉 我就考虑原谅你 道你妈的歉 我忍无可忍 抄起花瓶 就朝他俩砸了过去 顾廷周被吓得不轻 惊恐万分的问我要干什么 干什么 老子要发疯 从现在起 你们最好都给我小心点 否则来给我打一个 来一双我打一双 真他妈给他脸了 本来还想放这傻逼一马 谁想到这傻逼 非要把脸伸过来挨打 林书和 你这个毒妇 你就是嫉妒佳音 嫉妒我爱他 嫉妒我们的爱情 顾廷周气急败坏的大骂起来 Excuse me 我冷笑一声 你口口声声说爱他 他流血你不跟着 M国那么近你不去 三心二意 张花年草 还有脸说爱他 最重要的是我不喜欢你 别自作多情了 普 性 男 顾廷周脸上一阵轻易深白 说不出话 唐欣挺身而出 不许你这么说廷周哥哥 我立刻转移炮火 还有你 天天找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小小年纪不学好 做什么恶毒女配 脑子里就情啊啊啊 你的人生就这么无聊吗 你的生活除了顾廷周 没有其他的快乐和乐趣吗 你没有正经工作吗 你对这个社会有贡献吗 你长这么大 干过一件好事吗 唐欣坑吃坑吃半天 小脸仗得通红 居然哇了一声哭了 我高高举起顾廷周白月光 送他的花瓶 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 跟我离婚 我就放了他 咛 顾廷周气红了一眼 谁不离谁是狗 第二天 顾廷周变卦了 是狗怎么了 他哽着脖子 嘴音道 狗是人类的最好的朋友 我抬手甩了他一个大鼻痘 那你怎么不去吃屎 顾廷周张红了脸 半天憋出了一句 我这是给你机会 虽然你脾气差 家境不好 没有工作 但只要你痛改前非 我就原谅你 你要是聪明的话 就赶紧把离婚协议收回去 好家伙 还想扑握我 我又甩了他两个大鼻痘 少在这放屁 顾廷周被打几眼了 抱头鼠窜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野男人了 这傻逼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 还给我泼脏水 我抱着胳膊冷笑 是啊 有十个八个呢 小奶狗 小狼狗 八块腹肌 应有尽有 个个比你年轻可爱 顾廷周不跑了 他脸都绿了 那你别想了 我绝对不签字 他猛地抱住了头 你今天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签字 行 真行 离婚协议说 到底就是一张纸而已 我已经觉醒了 难道还会被一张纸困住吗 我大步离开这个家 身后传来顾廷周的声音 林书和 你早晚得回来求我 到时候 我要你跪着求我 我脱下拖鞋 趴地甩过去 少在那儿狗叫 啊 顾廷周一声惨叫 你又砸我 离开顾廷周后 我觉得世界都美好了 吃妈妈香 身体备棒 还找了一份薪资不错的工作 可是刚上两天班 老板就把我交进办公室 一脸同情地看着我 书和呀 我很欣赏你的工作能力 可是咱们公司被收购了 大老板点名要辞退你 不用想 绝对是顾廷周这个狗必干的 我冷笑着拨通顾廷周的电话 顾狗 你见不见哪 顾廷周噎了一下 你现在求我 我就让你回去工作 求求求 我看你像个姓球 顾廷周想让我服软 他想的美 不工作拉倒 有人上赶着给我送钱 顾廷周他妈把银行卡甩在我面前 五百万 离开我儿子 以前看你能在顾家当的保姆 伺候廷周还行 至于现在 他不屑地扫了我一眼我 真是一点价值也没了 我笑了 我有没有价值 轮得到你来逼逼赖赖 你儿子有价值 他是电 是光 是唯一的神话 那怎么就值五百万啊 我冷哼一声 加钱 否则我就缠着他 做鬼都不放过他 顾母眼中的笔仪更明显了 再加一百万 我扣手 再加一百万 我抠脚 顾母脖子上轻轻抱起 一千万 我立刻掏出自愿赠与协议 签字吧 顾母临走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廷周之前怎么就看上了你 我淡定的查理银行卡余额 他眼下耳聋脑子有病呗 还有 我抬头看他 你刚才已经承认我有价值了 顾廷周只值五百万 但我离开这个行为就值一千万 至于我自己的价值 是你出不起的价钱 我朝他挥挥手 赶紧滚吧 别在这碍眼 顾母把包厢门摔得惊天动地的响 哼哼 无能狂怒罢了 我喝了口茶 正要离开 包厢门被人打开了 唐欣站在门口 林书和 我要跟你谈谈 唐欣眼眶红肿 脸颊消瘦 憔悴得像是被妖怪吸干了惊气 廷周哥哥最近过得很不好 我大喜 他快死了 唐欣瞪了我一眼 当然没有 可是他最近吃不下 睡不好 瘦了很多 我很担心 哦 我有些失望 关我屁事 袁书设定顾婷周一身女主病 只能吃我做的饭 和我一起睡觉 需要我的陪伴 他是舒坦了 可我要牺牲学业 自由 甚至生命来伺候他 如果他必须要压榨我 才能活下去的话 那就去死好了 唐欣很不满 林书和 你怎么这么冷漠 这么自私 这么恶毒 不为别人牺牲 就是恶毒 我被气笑了 唐欣 你到底想说什么 唐欣眼眶红了 转头抹了把眼泪 才抽噎着说 我想让你回去照顾他 我愿意把他让给你 只要他能健康快乐 就好嗚嗚 如果你要钱的话 我也能给你 给 又是个恋爱脑 我啪啪鼓掌 真是感人啊 可是没用 我要走了 以后少来烦我 我转身要下楼梯 唐欣却突然扑过来 抱住我的腿 大喊你别走 我给你跪下 就当陪礼道歉了 你回去照顾婷周哥哥 好不好 求求你了 嗚嗚 我被吓了一大跳 心想这大小姐 真是豁出去了 想把她扯起来 她却紧抱着 我的腿不松手 行行行 你先起来 真的 唐欣眼前一亮 立刻要爬起来 结果高跟鞋一歪 在楼梯上踩空了 啪 她从楼梯上滚下去 直接摔晕了 我把唐欣送去医院 做检查的时候 她醒了 林书和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我恩了一声 我梦见这世界是一本书 你是悲惨女主 我是恶毒女配 咱俩为了顾婷周 真的你死我活 我有些吃惊 你觉醒了 唐欣愣了愣 一脸猛逼的重复道 我觉醒了 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告诉她 唐欣误了 她抱着我嚎啕大哭 疯狂忏悔 说和解 我错了 我真该死了 我不该在你婚礼上 穿大红色 不该在你做饭的时候 偷偷加了五勺盐 不该配合顾婷周 欺负你呜呜呜 我摸着她的脑袋 行了 我原谅你了 唐欣年纪小 手段也幼稚 以前总搞些小动作 给我添堵 但没造成过大的实质性伤害 放开那个女孩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爆喝 接了一股力量 把我拽开了 是顾婷周 她扑过去抱着唐欣 仔细地打量着她的脑袋 欣欣 你怎么样 还痛吗 唐欣一脸猛逼 你怎么来了 唐叔叔说你出意外了 我就立马赶过来了 顾婷周转头看向我 满脸厌恶 是不是林书和把你推下楼梯的 你说出来 我给你报仇 我翻了个白眼 同时唐欣的声音响起 她说你有病吧 顾婷周附和道 对 你有病吧 唐欣忍无可忍 一把推开顾婷周 跳起来骂她 大哥 我说的是你 你真是病得不轻 我必看上你这个 必必气死我 必要害死我是不是 顾婷周惊呆了 她试图搞清楚状况 欣欣 你怎么 唐欣正在气头上 啪的甩了她一个大鼻痘 妈的 真是看见你就来气 顾婷周呆滞的捂住左脸 片刻后 她又想明白了 林书和 看你干的好事 她怒不可遏 欣欣的脑袋都摔坏了 我 六 顾婷周觉得自己发现了真相 她冷哼一声 林书和 你有什么冲我来 别欺负欣欣欣 我以前真是看错你了 没想到你这么恶毒 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 居然去伤害无辜的人 真他妈是吵死了 我抬手给了她一个大鼻痘 重重扇在她的右脸上 没完了是吧 大家都觉醒了 就你压傻逼 还在走剧情 顾婷周捂着脸神情恍惚 手抖得像帕金森 嘴唇哆嗦了两下 你 你们 话没说完 竟直接被气晕了 顾婷周醒来之后 还是之前那副欠揍的狗样 但为了不被饿死 他不得不向我低头 低眉顺眼地求我回去给他做厨师 月薪三十万 双修 交五险一金 我拿出离婚协议 把这个签了 顾婷周面露难色 摩摩唧唧不肯签字 终于在我的武力威胁下 说出了实情 原来他也找了大虾算了一卦 说我能忘夫 忘财 还能给顾家挡灾 还说顾婷周敢跟我离婚的话 就不让他继承集团 我冷笑着转了转手腕 一字一顿道 要么签字 要么死 你选一个 顾婷周一脸憋屈地签了字 出于好奇 我问他 那你妈还敢让我赶紧跟你离婚 顾婷周愣住了 因为他妈觉得那老头活不长 集团早晚是他儿子了 唐欣从厨房里探出小脑袋 豪门恩怨深似海呀 嘖嘖嘖 我 嘖嘖嘖 顾婷周 你为什么也在我家 唐欣冲他晃晃拳头 我来保护舒和姐姐 然后又一脸乖巧地看向我 舒和姐 我们晚上吃毛血旺好不好呀 好 我眼前一亮 加麻加辣 顾婷周不同意 我吃不了麻辣的 我想吃海鲜 林舒和 你收了钱 得做我爱吃的 我冷笑 爱吃不吃 不吃滚 晚饭时 顾婷周含泪吃了两大碗 到了睡觉的时候 唐欣拉着我的衣角 舒和姐姐 人家害怕 想跟你一起睡 我点点头 他立马欢呼着 冲向我的卧室 进门时 还冲顾婷周 做了个鬼脸 顾婷周脸上 出现一丝纠结 半嗓 他小步挪到我身边 那个 我害怕 香 滚啊 我一脚踹飞他 死狗别来沾便 两个月下来 顾婷周变得老老实实 做啥吃啥 只拿打啊 敢怒不敢言 甚至被唐欣揍 也不敢反抗 唐欣每天都拿着各种物件 砸顾婷周的头 试图让他觉醒 但只收获了一头包 他愤愤不平 狗男人头还挺硬 这天 顾婷周突然精神抖擞 容光焕发 甚至敢跟我顶嘴了 林书和 你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我和唐欣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眼神中 看见了些许不安 顾婷周的白月光 边佳音要回国了 边佳音是个 很有手段的黑莲花 袁书理他非常厌恶我和唐欣 认为我俩分走了 顾婷周的矮 不仅害得我早产 还制造一场车祸 致使唐欣终生残疾 后来顾婷周知晓了一切 只轻飘飘说了句 佳音只是太爱我了 这不是他的错 我和唐欣一死一伤 可他只是为了爱情啊 我呸 我决定先发制人 把顾婷周和边佳音锁死 千万别来霍霍我和唐欣 出发去机场时 唐欣紧紧握着我的手 姐姐 别怕 我在后备箱给你准备了工具 我有些疑惑 去接人要什么工具 直到我打开后备箱一看 彻底傻眼了 电锯 斧头 蛇皮袋子 拇指粗的绳子 甚至还有迷药和麻醉枪 正当我哭笑不得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女声 你好 请问是林书和小姐吗 我转过身 愣在了原地 只一眼 我就知道她是边佳音 和我的眉眼有三分像 但眼尾的致使她的气质 更加妩媚张扬 她笑音的伸出手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边佳音 嗯 也是顾廷舟的白月光 我的心脏砰砰直跳 强装镇定的和她握手 林书和 是你的 话没说完 就听见一声爆喝 入手 顾廷舟大步跑过来 张开双手 挡在边佳音面前 林书和 你怎么在这里 你跟踪我 你想干什么 难道你想害佳音 你这个善妒的女人 是不是我身边每个人 你都不放过 来了 又来了 这个傻逼又在走剧情了 我深吸一口气 转了转手腕 又活动了一下肩膀 轮圆了胳膊 啪啪啪的甩了她四个大鼻洞 妈的 真烦 我柔了柔发红的掌心 目光触及她身后的边佳音时 猛的一僵 糟糕 打顺手了 边佳音那么爱顾廷舟 她一定忍不了 想到这儿 我甘笑了两声 顾廷舟脸上有蚊子 我帮她拍一下 哈哈 边小姐应该不会生气吧 顾廷舟 她捂住脸 惊呆了 边佳音愣了一会儿 表情有些古怪 两久 她看了一眼顾廷舟 又看了看我 试得上了顾廷舟的车 我饿了 吃饭去吧 顾廷舟订了烛光晚餐 但边佳音坚持要去川菜馆 在国外吃西餐吃腻了 顾廷舟连连点头 确实 是我考虑不周了 但菜上来之后 她脸都绿了 满桌子重油重辣 无从下手 我在心里憋笑 忽然听到边佳音淡淡的开口 林小姐和廷舟 看起来很般配啊 我脑中锦铃大作 立刻进入实际备战状态 边小姐真会开玩笑 我尬笑两声 边小姐和顾廷舟才是绝配 狼才女貌 狼心狗肺 狼 我猛得住嘴 该死 居然把心里话说话来了 边佳音的脸扭曲了一瞬 她拿出一个手势盒递给我 两位结婚时 我没能赶回来 现在补上礼物不晚吧 晚了 我立刻回答 我们已经离了 笑话 这礼物我可不敢接 万一是手榴弹 直接把我炸死怎么办 怕她不信 我从包里掏出离婚协议书 你看 离了 边佳音一脸震惊 她看看我 又看了看顾廷舟 半嗓 她哈了一声 什么意思 我百思不得其解 看着顾廷舟把边佳音送到酒店 俩人在门口轻轻握握 万佩 锁死 管她是怎么想的 别害我和唐欣就行 顾廷舟和边佳音进展迅速 为了保平安 我和唐欣火速搬家 我买了房子 唐欣住进来 带着我一起学习商业知识 爸妈说我现在不是恋爱脑了 让我好好学 将来继承家业 书和姐 你学历高 脑子也聪明 我们一起开公司吧 我答应了 我和唐欣开了家传媒公司 准备进军演艺圈 唐欣拿着一打练习生资料 嘖嘖称奇 看看这个小奶狗 再看看这个小狼狗 哪个不比顾廷舟香 我点点头 顾廷舟就占了个狗字 人挺狗 我俩一边搞事业 一边关注着顾廷舟的爱情进展 这天 唐欣惊慌失措地冲进办公室 大喊着完了完了 姐 咱俩的CP的 好像要她房了 侦探拍到顾廷舟和边家音 在路边吵架 俩人还动手了 唐欣说着说着还哭了 他俩要是分了 可咋整啊 我安抚了唐欣的情绪 决定亲自去看看情况 按照剧情 顾廷舟正带着边家音 在郊区别墅度假 俩人今晚会去山顶看风景 我预定了一场盛大的烟花秀 和唐欣躲在草丛里 被蚊子咬了七个包之后 他俩终于来了 但是看上去似乎在吵架 边家音义愤填膺说着什么 顾廷舟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 走近了 才听清边家音 似乎是在给顾廷舟上课 大半夜叫女生来山顶看风景 你觉得合适吗 有趣吗 能得到女生的芳心吗 顾廷舟小声说不能 昨天教你的背会没 背给我听听 顾廷舟一脸憋屈 恋爱时要时刻关注对方的情绪 尊重对方的意见 认可对方的付出 爱情是双向的 需要双方的共同经营和付出 安排约会时 应积极与女生沟通 听取对方的意见 考虑对方的需求 约会前要做好准备工作 提前考察约会地点 安排好时间 唐欣小声感叹 他俩约会可真有情趣啊 我深以为然 约会时给对方上恋爱课的 还是投一次见 顾廷舟背了半天 边家音的脸色才稍微好看了些 只有理论是不够的 重要的是付诸实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才能建立正常 平等且健康的恋爱关系 他话音未落 天空中突然炸开一个烟花 我精神一震 来了 小样 这还不迷死他俩 烟花秀很美 我看得正路迷 耳边传来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 好看吗 我点头 好看 毕竟花了大价钱的呀 嗯 我僵了一瞬 转头正对上边家音笑意一领的眼睛 那个 我咽了口唾沫 我可以解释 不用解释了 边家音突然变脸 冷哼了一声 他大步走到顾廷舟旁边 抬腿狠狠踹了他一脚 狗男人 三心二意 一场烟花秀放给两 三个人看 我就知道 你肯定是变心了 你爱上了别的女人 我们之间彻底不可能了 我看林书和才是你的真爱 以后别来烦老娘 滚 边家音气冲冲的走了 顾廷舟赶紧追上去解释 唐欣望着他俩的背影 小声问我 姐 是不是搞砸了呀 我欲哭无泪 好像是吧 这怎么跟原剧情完全不一样呢 一周后 我接到了顾廷舟的电话 我要和佳音订婚了 佳音说希望能得到你的祝福 所以你一定要来 我瞄懂 不就是想跟我炫耀吗 那我肯定去 订婚现场非常热闹 我和唐欣躲在角落里 看着顾廷舟西装革履 与宾客们寒暄 按照原书剧情 顾廷舟会发表一大堆情话 然后有一束光打在边家音身上 奏乐起 唐欣对此的评价是 俗 真俗 我看着顾廷舟拿起话筒 突然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边家音在哪 唐欣愣住了 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亦是我此生之爱 顾廷舟话音刚落 一束光从天而降 书得打在我身上 什么 我震惊地抬起头 和台上的顾廷舟四目相对 悠扬的音乐声中 他的目光中满含震惊 恍惚 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情绪 我们走 我内心忽然有个大胆的猜测 拉起唐欣要走 顾廷舟快步跑下台 拦在我们面前 你去哪 不对 佳音呢 是不是你把佳音藏起来了 林叔和你 我一把推开他 滚滚滚 别在这碍事 宾客们不明所以 纷纷给我让他一条路 我和唐欣来到后台 最终在泳池边上找到了边佳音 他正在悠哉地晒太阳 看见我俩时 好像被吓了一大跳 你 怎么在这 我和他同时开口 你不是应该再和顾廷舟狗 在办婚礼吗 我们再次一口同声 话音落下 我俩都沉默了 那个 唐欣小心翼翼地举手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他好像又不太明白 这时顾廷舟追了过来 你刚才去哪里了 我找你 我被吓了一大跳 下意识把他推向边佳音的方向 他在那 你找错人了 边佳音飞快地避开了 他猛地推向唐欣 别来沾边 我真他妈忍够了 唐欣尖叫着踹了一脚 这一脚直接把顾廷舟踹进了泳池 他拍着胸口感叹 哎呀妈呀 吓死我了 还好我反应快 唐欣猛地一拍脑袋 兴奋极了 我明白了 咱们都觉醒了对不对 所以你在国外就觉醒了 我问边佳音 他点点头 当时我在准备舞台剧演出 听到顾廷舟结婚的消息 从舞台上摔了下来 然后就觉醒了 我想着 只要我不干坏事 把你俩凑一对就能 他单笑两声 却没想到弄巧成桌了 边佳音拉着我的手晃啊晃 可怜巴巴地说 书河你能原谅我吗 我有些心虚地清了清嗓子 其实 我跟你想到一块去了 好啊 边佳音一下挺直了腰杆 他叹过身巴基亲了我一口 眨了眨眼 那这样咱们扯平了 吹口哨 美女们一起玩啊 边佳音立刻来了精神 他朝对面吹起了口哨 甚至吹了手小曲 直接把对面吹跑了 唐欣笑出讹叫 差点从躺椅上翻下去 他竖起大拇指 佳音姐 你真是神了 又看向我 姐 我就说放松一下心情好吧 我点点头 我们正在普吉岛的沙滩上 蓝天大海相当惬意 突然边佳音的手机响了 他拿起来看了一眼 低声骂了一句 直接挂断关机 过了两分钟 唐欣的电话响了 他看也没看 直接接了 喂 你好 对面说了几句 唐欣小脸一黑 关我屁事 少来烦我 他挂了电话 正要开口 就被一阵铃声打断了 这次是我的手机响了 边佳音和唐欣同时转头看着我 我看着他俩的表情 瞬间扶至心灵 顾亭周他妈 他俩凑过来看 我接听电话按了免提 喂 喂 舒和呀 你现在在哪呢 顾母的语气温柔的吓人 我没回答 只问他有什么事 顾母似乎有些难骑齐齿 吞吞吐吐的说 顾周 病了 你能不能来看看他 我本能的拒绝 不去 挂了 对面立刻急了 别挂 别挂 舒和呀 顾周他 他脑袋摔坏了 非说这是什么小说世界 吵着要见你 阿姨求求你了 你来看看他 我微微挑眉 他觉醒了 顾母忙不迭应了 是是是 他说什么觉醒什么的 我也听不懂 不去 我淡淡的说 现在才觉醒 已经晚了 我们仨把顾家人的电话 通通拉黑 旅游结束后 专心搞事业 边佳音对我们的传媒公司 很感兴趣 他在我面前转了个圈 风情万种 摇曳生姿 又抛了个媚眼 捧我 怎样 我当然举双手双脚同意 这不妥妥的摇钱术吗 于是边佳音也搬进了我的房子 美情明约考察工作环境 实际上就是为了蹭饭 我们买好菜回家 走到门口时 却看到一个不速之客 顾廷周一脸胡茶 神情落魄地蹲在门口 见我们回来立刻起身 他往前走了一步 书和 边佳音和唐欣 立刻挡在我面前 顾廷周 你来干什么 看见你就会气 赶紧滚 顾廷周没有回答 目光紧紧地盯着我 书和 我想和你谈谈 十分钟 五分钟好吗 求求你 我想跟你说说话 我叹了口气 让边佳音和唐欣先进去 说吧 顾廷周动了动嘴 书和 我错了 对不起 我垂下眼 没吭声 我 我不该辜负你的心意 不该放任身边人欺负你 不该给你带来伤害 我以前做了很多错事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他翻来覆去地说 对不起 跟我道歉 祈求我的原谅 我始终一言不发 顾廷周慌乱起来 声音发着抖 书和 那些都不是我想做的 那些都是剧情 我不想的 现在我觉醒了 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我轻轻笑了一下 抬头直视着顾廷周的眼睛 你让我给你一个机会 顾廷周 我问你 如果我没有觉醒的话 谁来给我这个机会 那一瞬间 顾廷周的脸色煞白 我会死 死在手术台上 潦草的结束悲惨的一生 而你呢 你的生活依旧幸福美满 虚情假意的忏悔后 你还是人人艳羡的故事总裁 我深吸一口气 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烦躁 刚觉醒的时候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作为一本书里男女主角 我和你的人生 却是云逆之别 我是个孤儿 千辛万苦考上名牌大学 却又被困在了家庭里 成了一个万人闲的保姆 而你就像上天偏爱的宠 出身豪门 家庭和睦 有钱有权 一生平安顺遂 甚至还有一群女孩子 围着你打转 为你争风吃醋 互相残杀 我真心实意的感慨到 顾廷舟 你太幸福了 我看不惯 凭什么顾廷舟的幸福 要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 凭什么我是一个服男主 歌颂爱情的工具人 凭什么我要经历那么多苦难 还要用这些苦难 去取悦男人 我不服 也不愿意 用这些苦难去证明 和得到顾廷舟的爱 完全没有意义 我不再执着于想通这件事 我只知道 我要好好爱自己 我要改变剧情 要推翻这个狗屎世界 要拥有崭新的 幸福的人生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谁要做我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 我就炸谁 我转身要走 顾廷舟一把拽着我的胳膊 他的眼眶发红 书河 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我停下脚步 一字一顿道 顾廷舟 我没爱过你 顾廷舟哭了 他说 可是我爱你 是吗 我淡淡一笑 你的爱太廉价了 我不想要 他还想再说什么 紧紧拉着我的胳膊不放 我吃痛 想要甩开他 身后的大门突然开了 边加音和唐欣冲了出来 一个拿菜刀 一个拿拖把 冲啊 唐欣举着拖把冲了上去 杀不狗 夺书河 顾廷舟被逼着后退几步 边加音立刻举着菜刀挡在我面前 书河的安全 由我来守护 最后顾廷舟哭着离开了 唐欣立刻凑到我面前 书河 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边加音也说 以后你就是公主 我俩是你的骑士 他俩一脸认真 太可爱了 我内心涌出一股暖流 笑着说好 摸了摸边加音的脑袋 又捏了捏唐欣的脸 我也会保护你们的 顾廷舟后来又来了几次 都被边加音和唐欣打跑了 我觉得心烦 打了精神病院的电话 让他们把顾廷舟带走了 唐欣气哼哼地说 一想起以前追着顾廷舟跑的丑样 都想给自己俩嘴巴子 我要被男人产生PTSD了 别这么想 我捏捏他的小脸 不要拿渣男的错误惩罚自己 过去的就过去了 往前看 嗯 唐欣认真的点头 所以我最近看上了一个大学教授 高冷静一行 爱了 我哭笑不得 这已经是你今天看上的第六个了 唐欣恍然大悟 我看上了一个老六 怪不得那么难追呢 他咧嘴一笑 露出两颗小虎牙 我知道分寸 重点搞事业 男人吗 玩玩就行 边加音在旁边帮帮打沙带 我最近练拳击小有成效 下次把顾狗打得满地爪牙 我无奈福 亲爱的边加音女士 你刚拿了影后 能不能注意注意形象 要是被你的粉丝看到 可怎么办 边加音哼哼两声 脱了拳击手套 柔弱五骨般靠在我身上 看到就看到了 说不定还能带动我的女粉们 去学拳击 遇见坏男人 就帮帮两拳 我 也不是不行 下午时 我见了顾廷周的母亲 她不再是之前嚣张跋扈的样子 语气卑微 说和 廷周只是摔坏了脑子 她不是精神病啊 只要你愿意和廷周复合了 她就能好了 顾母眼中已有一丝期待 当然不 我微微一笑 你想得美 我把一张银行卡放在她面前 这里面是一千万 之前你买我离开的钱 现在人人本本的还给你 顾母的神情几经变换 最终定格在嘲讽 她说 你不会是傍上哪个大款吧 所以不愿意跟廷周复合 有点钱就来恶心人 道德败坏 廷周跟你离婚 真是理对了 就算廷周在求我 我也不会再让你进我家的门 我喝了口茶 微微挑眉 说完了 顾母冷哼 说完了 行 我抬手甩了她一个大鼻痘 老太婆 想打你很久了 自己只会靠男人 就看谁都这样是吧 天天只长皱纹 不长脑子和见识是吧 见过马桶在厕所里的 没见过马桶在嘴里的 让你在这满嘴喷粪 就你把顾廷周当快宝 但在我眼里 她就是个屁 我一顿疯狂输出 把顾母气得脸红脖子粗 你 你 她指尖颤抖 说不出话 我朝她竖了个中指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你执迷不悟 也是没救了 管好你儿子 别再来恶行我们 否则下次就不是精神病院 而是阎王殿了 我大步离开 走出茶馆时 深深吐出一口气 心里一片轻松 终于甩掉了最后一个包袱 接 书和姐 接对面 庞星坐在粉色的蓝博基尼上 朝我挥手 我眼眸一亮 大步朝他们走去 边家印站在车边等我 她朝我张开双手 我们要谱写新的 属于我们的章节 庞星到底栽在了 高冷禁忆的大学教授身上 她带着那个男人来见我们 扭扭捏捏地介绍道 这是裴燕之 剩下的话还没说 就红了耳尖 裴燕之悄悄握紧她的手 主动开口 我是欣欣的男朋友 我和边家印起哄 哦 这下裴燕之的耳尖也红了 我和边家印对视一眼 真是一对可爱的小情侣 裴燕之轻了轻嗓子 认真的说 我很感谢你们 不仅因为你们是新兴的好朋友 还因为你们觉醒之后 改变了剧情 甚至改变了整本书的走向 我原本是书里的路人甲 她笑了笑 握紧了唐欣的手 但现在我有了全新的人生 后来唐欣和裴燕之办婚礼的时候 我和边家印坐在台下感慨万千 我抹了把眼泪 怎么有种嫁女儿的感觉 边家印很心累 咱家的小猪终于把大白菜拱了 我点头 对啊 边家印笑得花枝乱颤 她举起酒杯 冲我眨眨眼 希望我们都能心想事成 得偿所愿 我和她碰杯 忍不住笑了 会的 我们会成为自己真正想成为的人 会拥有幸福灿烂的未来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